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今天来听我讲这个题目 今天的题目就是讲关于韩语 讲民意再道 由韩语的民意再道 看瑜伽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关系 所以讲关于文学艺术的争论里面 有关民意再道 很多时候有这样的主张 瑜伽的主张 因为文学艺术作品和人格修养的关系 很多时候有不同的理论 其中一种讲法就是认为主张民意再道 到底这个瑜伽为什么会这样主张呢 我们今天试试讲解这个问题 今天这一讲主要就是我会根据这个 陈伯关先生的一篇文章内容说 不单止是这样的 之前我会讲关于这个 民意再道的概念 这个讲法就是 很多时候就是由陈坤毅先生来的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关于民意再道 好了 我们现在呢 虞家的主张呢 讲关于这个民意再道呢 主张这个这样的讲法呢 就是有个预设的 就是说文学的本源呢 是源于人的情治要求 就是文学的本源是来自人的情治的 而情治的要求一定是包括道德上面的善的 包括道德上面的善 人的情治是有这种要求的 有道德上面善的意义 道德要求道德上面有善的要求 当然啦 只是要求情治或者要求善是不够的 作为文学呢 它也会有文学的里面有故事 或者有境界 有它的结构 有它的真理在里面的 这样 构成一个文学作品 这样 在一般的讲法 这样来说文学呢 这个其实是属于虞家的主张 这样 但是在一般的讲法里面呢 就有些不同的主张 有些人就认为这个文学呢 应该只是聚述客观事物就可以了 不应该涉及这个主观的情治的 刚才我们开始讲一下我们的主张呢 就是认为文学那个本源是来自人的情治 但是有一派的主张呢 就认为呢 不应该涉及主观的情治 文学呢 是用来聚述客观事物的 这样的文学理论的主张呢 包括这个 现实主义啊 自然主义啊 那些 文学呢 是用来反映一些客观事物的 写一个文学作品出来呢 是要把客观事物呢 反映出来呢 这个其中一种说法啊 那另外呢 有一些文学的主张呢 就认为文学呢 就只是写一个 心灵的直觉静观境界 也都是和情治无关的 这种说法呢 就是所谓 直觉主义的文学观 直觉主义了 就是说一种心灵的直觉 说一种静观的境界 不需要里面涉及一个主观情治的 这个是其中一种文学的主张呢 那另外有一种主张呢 就是认为呢 如果文学一定要表现情治的话呢 这个情治呢 有要求一定要包含善的意义啊 就是我们现在主张的主张呢 就是认为这个情治一定要包含善嘛 所以他说呢 如果情治一定要包含善的话呢 会妨碍了这个美啊 就是有人这样主张的 认为这个情治 就是如果你说文学一定要表现情治 而情治呢 又一定要包含善呢 就很有机会呢 就会妨碍了这个纯粹的美啊 这样呢 就不能够说到的 就是文学作品里面呢 就说不到一个所谓 罪恶的事物都可以有美的 好像呢 比如这个啊 波特来尔 讲这个恶之花啊 就是用这种理论来说的了 这个就是所谓唯美主义的文学观了 那这个波特来尔呢 是十九世纪的法国诗人 这个是象征派诗歌的先驱 现代派的奠基者 散文斯的秘祖 这个也很厉害了 这个 那他的代表作呢 有本诗集就是叫做恶之花了 这个恶之花出版之后没多久呢 就是因为有相风化的罪名 法庭就罚他 罚了他三百法郎 罚了他三百法郎 还要命令他将这个诗集里面 有六首主要的诗要删除 所以这个当时在法国文坛就引起讨论 法国文坛对这件事的看法就一分为二 有些人赞成 有些人反对 这样呢 赞成波特来尔那一边呢 就比较少的 属于比较少数的 波特来尔的说法呢 主张是这样的 他就认为这个美是不应该受到束缚的 善呢 并不等于美 美同样是存在于恶和丑之中 在恶里面也会有美的 所以这种叫做唯美主义的文学观 所以他所谓恶之花 恶里面也有美 罪恶里面也有美的 这是其中一种 另外就是这个 有人就认为如果着重文学里面的道德意义 或者善的意义 文学就应该自在明道 或者再道 就是这个传统的文以再道 或者文以明道的说法 这种就是 虞价大概就是说要文以再道 文以明道 着重文学里面的道德意义 但是有人觉得 如果你一定要说文学里面着重道德意义 一定要文以再道 这样来主张的话 这样就会有很多文学作品的内容 就要减少了 有很多就被排除了在文学作品内容之外 一定要说善 一定要再道 尤其是那些纯粹的自然山水文学 那就变成不是文学了 有一排这样的主张 认为这个 只要有文学上面的技巧 全部事物都可以进入文学的 有一种说法就是认为文学最重要是文学技巧 只要有文学技巧 所有事物都可以写入文学里面 这个说法根据我们的意思就认为文学要表现情质 人的情质对事物或者景物一定要有所选择 一定有所选择 就是我们要表现情质 但是我们要用什么事物 用什么景物来表现这个情质 就有所选择了 有这个选择就好像一定要设定 一些某些事物 某些景物 我们首先要选择 要选择一些事物或者景物 来表现我们的情质 但是选择的过程里面 其实还未开始经过文学技巧的加工 也未开始写 我们只不过是选择用什么事物 什么景物 只是来表现情质 还未曾经过文学技巧的加工 但是其实如果用我们这种说法 用来表现情质 这种这样的说法来说文学的时候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选择事物或者景物的过程里面 是已经有文学上的价值意义了 虽然未曾经过文学技巧加工 所以有一派的说法就是认为如果没有加工的话 一定要有加工 文学技巧加工 这样所有事物都有文学价值 如果没有加工都有文学价值的 未曾加工已经有文学价值的 这样说法的话 不如说一切事物 一切景物 原本都是没有文学上的价值的 所有事物 所有事物 所有景物 只要经过文学技巧加以描写 就变成有文学上的价值意义 有一派这样主张 这种说法就是技巧主义的主张 技巧主义的主张 原本所有事物都是没有文学意义的 一定要经过文学技巧加工才有意义 这种说法就是技巧主义的说法 刚才我说过文学主张里面 这种说法都不是我们所采取的 这种说法都不是我们所采取的 我们所说的文学在道的方式 正正不是这种说法 所以现在我也会一一加以解采一下 说一下为什么前面我们刚才所说的 这些关于文学的主张 我们不用呢 我们不采取这种主张呢 根据我们的说法 其实是儒家的说法 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纯粹 聚述客观事物的文学的 没有所谓的客观主义 或者现实主义 认为这个文学是用来反映客观的世界 客观的事物 但是我们认为这个世界是没有纯粹聚述 客观事物的文学的 因为文学的聚述一定是有所选择 一定是有所选择的 一切客观的事物 所有的文学要有所选择 不是全部都可以进入文学的 你一定要选择的 一定要选择的 不是说所有的客观事物都可以进入文学的 我们一定要 刚才也说过 我们要写一个文学作品出来 我们一定要选择某些事物 某些景物来写 不是说所有东西都写的 这个意思其实原本也很简单 我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就知道了 当一个文学家去选择一个事物的时候 他选择这个 而不选择另外一个 这个就是由文学家自己的意志 情志 由他自己的情志来去决定的 而不是一个所谓纯粹客观的罪述 他一定要经过他自己的情志去决定的 去选择的 这个决定 选择了之后 然后再写作 这样就表现这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怎么样了 也都通过这样的选择这个决定 所以说这个文学不表现情志 没有主观的情志的 纯粹客观的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之前也提过有人主张文学只需要形成一个直觉的境界 所以他就会忽视这个文学内情志的存在 这种说法的根本理由很多时候就是对于这个情志的认知有问题 对于情志的认知 他们就认为情志 他们只是知道情志有一个所谓积极的情志 而不知道是有消极的情志 所谓积极的情志 就是说是一般有一个有确定方向的 有目的的 要求实现的这样的情志 要求在我们这个外在世界里面实现出来的 有确定的方向 有确定的目的要求实现 这个叫积极的情志 但是除了积极的情志之外呢 我们另外也有所谓消极的情志 消极的情志很多时候就是由这个积极的情志里面超拔出来 不再与大牌去做某些事情 所以所以这个所谓棄棄极荒景去经营事业 已经经营某个主张去经营되患者's job 这是一种积极的情治 而所谓归去来袭 我不再做了 不再去争取了 回去乡下了 回去田园 耕田 归去来袭 这种是消极的情治 其实也是一种情治 他再不是很积极地去争取一些东西 而是在这个积极的情治里超拨出来 回到不再那么积极的境界 所以有所谓积极和消极两种 向着一个境界 有欢欣兴趣 他很想去做某一件事 那个叫积极的情治 而由这个旧的境界超拨出来 淡然若望 这是一种叫消极的情治 凡是人有兴趣的境界 多少都会超拨一个境界 也就是需要超拨出我们原来的一个情治 人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不只是有一个积极的情治 很多时候都会由一个旧的境界里面超拨出来 这样超拨出来 可能才会开出一个新的境界 有境界的开拓 生长和发展 这样人也可以由一个境界里面超拨出来 跟原来的相对情治的境界里面超拨出来 这种超拨境界的活动 这个活动和原来的情治的境界都可以再互相结合 再互相结合的时候就形成一个新的境界 当你由这个旧的境界超拨出来 再去看你原本有的旧的境界 然后再跟它互相结合 就会再形成一个新的境界 形成一个新的境界 这种就是所谓由忘记境界到无境界 然后形成一个新的境界 这样一个进程 比如这个王维的诗 王维写这些境界比较好的 王维的诗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就是说有人声 听到声 但闻人语响 就是听到人声 但见不到人 空山不见人 有人声 但见不到人 忘记人的形 一个没有人形象的一个境界 只有声 没有了这个人形象的一个境界 这首诗 整首诗就是王维的六寨 这首诗就是王维的六寨 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语响 反映入森林 伏照青台上 这首诗就是唐朝天保年间 王维在中南山下 买了一个住屋的地方 网村别业 而这个陆寨正正就是王维在网村别业附近 一些很美丽的景色 一个名声之一 网村有圣景二十处 这样陆寨其中一处 王维就和他的好朋友佩迪 周围去访沉这些圣景 然后作诗 这样就篇了一本诗集叫做《网村集》 这首诗也是里面的其中一首诗来的 这个是空山不见人 但闻人如向反映入森林 伏照青台上 也很出名 后来这个《网村集》也有收录 第一句 空山不见人 就是写空山里缪无人迹 王维特别喜欢用空山、空这些说法来说 去写诗 除了空山不见人 其他诗也有用到空山这个词 例如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也很出名 山居秋明 另外还有鸟鸣鸣鸣鸣的 人行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又是说这个空山 所以他都很喜欢用空山这种写法 空山这种写法其实就是 山里面什么都没有 是写没有东西的一种境界 这个 空山不见人 正正就是用来表现山的空直清冷 但是在这个空山不见人之后 接着就紧接着就说 所谓但闻人如响 但闻人如响 见不到人 但正是听到声 见不到人 这样已经是一种境界了 但不是很突出 突出不了境界 但是突然间有人声 这种没有人的形象 这个境界就更加突出了 这个境界突然间出现很明显了 在一切渺无声色之中 偶然传来一阵人的声音 但又见不到人影 所以这个人如响 就是所谓空谷传音 更加显得出空谷那种空 空山人羽就是越见空山的空谷 这个境界正正就是一个 忘却对有形的人的一切情治的境界 这个 空山就是没有人 因为没有人 因为你看到空山里没有人 所以从人的形象里超拨出来这样的一种情治 这样的一种境界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画一下 这样的文学正正是呈现出一个境界 或者表现出一种胸襟,一种神魂 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与人的情志没什么关系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如响,表现出一种境界 没有人的境界,空直的境界 有没有人的情志在里面呢?好像跟人的情志无关 但其实不是,正正我们刚才所说的情志有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积极的情志,一种是消极的情志 所以这个境界所呈现的正正就是人对原来一般人间世俗的情志 而生出一个超拔的情志,从一个世间世俗的情志里面超拔出来 而形成一个这样的境界,才是一个所谓超拔的情志 写出一种这样的空直的境界,也表现出一种胸襟神魂 这也是一种情志,就是由原来世俗的情志里面超拔出来的情志 根据我们刚才的说法,这个就是所谓消极的情志的表现方式 也由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表现出一种文学的境界 虽然是消极的情志,但它仍然是情志 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它不是情志 另外有人说还说情志和道德意义 说善会妨碍文学纯粹的美 刚才有说过一种主张要说纯粹的美 你一边说善会妨碍这个美 是不是这样呢?我们的说法是不一定的 因为文学一定要依靠这个情志 然后由这个情志展开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境界 一个故事或者一个境界 所以文学它所聚述的故事和境界的美 一定不能够离开人的情志 文学一定要依靠这个情志 然后说它的故事和境界 所以离开了人的情志就不行了 说不到这个美 所以人的情志 除了说美之外 我们之前说过就是说 其实人的情志原本就不能没有道德意义 或者善的意义 有些人就认为一说道德就不能说到尾了 所以就不说情志 但是我们说情志 现在就是认为根本不可以不说道德和善 人的情志一定会有道德意义和善的意义 而这个世界有些人提出所谓的唯美主义 唯美主义的人是否可以完全不说道德呢? 这个只是说美呢? 这个是否能完全没有他自己的道德标准 用来分别善和不善的标准呢? 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因为好像用一些轻世蟹族的内容作为题材 就是要描述经世蟹族 以反世族作为善 作为道德 其实他们这些就算是所谓唯美主义 要写一些经世蟹族的题材也好 其实他们也有自己一套善和不善的道德标准 一样是要说道德标准的 一样是要说善的意义 例如尼彩 尼彩反对世俗的奴隶道德 主张一种超人的道德 他也是有自己一套的道德意义的 例如19世纪唯美主义剧作家王尔德 他提倡所谓为艺术而技术 这是有一派这样的主张 为艺术而艺术 其实也不是说艺术完全不表现人生 他只是想提倡表现人生另一面的艺术 他只是想表现人生另一面的艺术 所谓人生的另一面就是他认为值得表现的 他只是想表现人生另一面的艺术 所谓人生的另一面就是他认为值得表现的 其实无意之间就是他认为是善的 就是以这一面作为善的表现 所以就算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也好 他们也是有一种所谓他们自己的一种善恶道德的主张 一样是有的 另外刚才提过的19世纪法国诗人波特来尔的说法 他说罪恶亦有花 例如妓女和导责都有他自己的光辉 都有他一个美好的一面 但问题就是这种光辉本身 他其实都是代表着一种生命的价值和人格的价值 当他认为妓女和导责都有光辉的时候 这种光辉本身就是一种善 就是一种善的意义 人格意义生命意义 所以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善的意义和道德意义 就是一说善就没有了美 他现在说这种主张就认为罪恶亦有美 其实他这个所谓恶里面也有美的有光辉的 他本身也是有一种善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这个主张是由于罪恶同时包含了特定类别的善的意义和道德意义 并不是纯粹由罪恶发展出来的 这种美感 罪恶亦有花的美感 就不是纯粹由罪恶发展出来的 而是他说罪恶里面含有一种特别善的意义和道德意义 所以才有美感 这样表现出来的 好了,至于有些人说描写罪恶 认为写到这个穷空极恶 仍然都可以是一种美的文学 这种美就是所谓文学技巧 通过文学技巧就算是罪恶都可以写到很有美感 这种美就是因为能够通关罪恶 欣赏罪恶的因果 在罪恶里面有不同的表现出罪恶世界的内在结构 之所以出现美 因为他能够通关罪恶 欣赏罪恶内在结构 这种通关本身就是要靠文学家心灵能够通达 能够不偏不蔽在罪恶的某一面 而很多时候能够运行至于 运行在罪恶之上的各方面 才可以描写到罪恶里面的情致 罪恶里面的结内在结构 怎样可以提出这种美感出来呢? 他一定要在罪恶之上才可以描写到罪恶的情致 所以这个文学家的心灵不能够偏在罪恶的某一面 这种心灵不只是说说罪恶的 因为他在罪恶之上 一定要运行在罪恶之上 这个情致不能够说他只是说罪恶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种心灵是完全没有善的意义 或者道德意义的 所以从这里来说 这个文学是要依靠情致 情致是有善的意义 有道德意义的说法 其实是不妨碍文学作品自身具有纯粹的美 所以之前的主张就是说文学是 就是说情致,说善,说道德就会妨碍文学的美 那现在我们认为是不会的 你一说美的时候 里面一定有他自己的道德意义,善的意义 很多时候都是在里面 所以说文学里面,说情致,说善,说道德 其实是妨碍文学作品里面也有这个美的 而且也可以说明这种纯粹的美的表现是如何可能 就是你要用善和道德意义来说 其实更加能够说到这种纯粹的美的表现是如何可能 是没有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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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